从小到大坚持了六七年的设计 就是晚上都是读的书睡觉 读的故事是 从孩子一生下来 从他一睁眼 看见了家里的生活方式就这样 每天晚上到那个时间了 大人都是干这个 他理所当然也是干这个 对 所以说教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说父母说我心都操碎了 你操的不到 你操的方式不对 不够有智慧 总想在说我是为了你好 小孩就讨厌听这句话 我不是为了你好 我谁让你为我好 对吧 我生下来不挺好的 我现在所有坏时段 不是你帮我养成的 对吧 是你小时候容忍我 大学毕业后的李扬 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弈员 突然一天他决定放弃这职业 下海闯荡 那时李扬的父亲 无法理解孩子的选择 甚至提出端绝父子关系 李扬的疯狂英语 让李扬曾经荣耀于自己的事业 曾经荣耀于对事业投入的疯狂热情 一日四五个城市的飞行 一天数场的激昂演讲 百万学子呼之其应的气氛 让李扬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佼佼者 逃离遍布世界 一个男人这样生活了十几年 直至他的三个孩子 在母亲的带领下 一个真正家庭的生活味道 才让这个一度欣赏自我 与众不同的个性 一度自喜青年叛逆的勇气的男人 醒悟 什么样的人是健全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格是健康 有益的人格呢 任何人都无法取代 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母亲的付出 包括最好的父亲无法理解 你看看他妈妈的这个 这个乳房被小孩咬的 你看小孩咬牙齿以后 咬他的乳房 想象都咬的牙印 然后呢 被孩子把乳汁吸完以后 全部就向他变形的一趟 他们就是他要 这个过程中也是很痛苦的 很多责任感在里面 这个我明白 我们说过很多次 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 母乳喂养的必要 但其实很多母亲 尤其年轻的母亲 为了不改变自己的体型 他不愿意母乳喂养 关键男人的问题 男人造成女人的问题 父亲呢又要 母亲要有身材 要够性感 所以关键父亲造成这个问题 现在我就觉得 我太太那样挺好的 特别好 我太太什么样都是最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我没有资格去评判我的太太 所以当我每天告诉自己 任何人都无法理解 母亲的付出的时候 我就 在我想象中 我的太太会变得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越来越 也越有韵问 对不对 其实我还是一个 整个态度要改变 中国人的态度要改变 所以现在呢 我就觉得 我找到了这个 我找到尊重母亲的理由 强大的理由 我找到了这个 这个作为父亲的责任感 就都找到了 这个我发现这个孩子在被教育的